即时新闻综合报导,苹果iPhone X亮相后引发全世界热议,不过却被许多人说是史上最贵iPhone。 对此凯基头户分析师郭明基认为,全荧幕和脸部辨识功能等特色设计将可带动换机需求一路延续到明年第二季。 明年iPhone X出货可上看9000万只。 根据苹果日报报导,iPhone X被戏称为富人机。 郭明基指出,投资人普遍看好iPhone X需求规格售价与预期一致,而iPhone X预购较晚的原因主要是怕影响到iPhone 8分之8plus的预购结果。 但郭明基表示,在实际预购结果出炉前,仍会有投资人对于售价和Face ID有疑虑,所以可能会在iPhone X预购前开始获利了些。 而在市场多空看法下,相关屏概股也会震荡修正,同时提供良好的进场时间点。 郭明基认为,苹果新产品确立三大长期趋势,包括全荧幕,脸部辨识,AR应用。 可带动换机需求一路延续到明年第二季,不过基于产能限制,供需可能要到明年上半年才会平衡。 明年iPhone X出货人可上看9000万G。